追鬼就這一個 喔追鬼 喔好可愛喔 好 這樣 好 這個更多 上次來的時候有介紹過更衣室 但是我現在是住了一年之後的感想呢 什麼感想 我覺得這個更衣室離廁所真的有一點太近 所以呢 會導致我的包包流進發門 因為那個 你那麼愛泡澡 然後你那個霧氣整個衝出來 對 所以一定要買除濕機 可是你等一下你現在也沒有在開啊 沒有 因為我現在有開那個暖爐 所以就不需要除濕機 因為它已經很乾了 我想知道你覺得有什麼比較具有意義的包包嗎 具有意義的包包嗎 對 因為我跟妳出去很少看到妳背包 妳永遠都是同一款 因為我都是背最便宜的包包 對 為什麼 因為比較方便 然後就放在這裡讓她哈梅 什麼邏輯 我跟你說這個包包啊 這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去國外拍婚紗 就幫別人拍婚紗 因為我硬是跟他就說 跟刀子一樣啦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我一定要這個包包 然後他們整群的人 十幾個人就幫我去找這個包包 這包包跟袋子一樣不太賣 後面是故意的嗎 沒有 後面它就真的是這樣 變成這樣子了 太久沒有用了 這個包包買來一眼好像也沒有背到幾次 我覺得我那時候太瘋了 也是花了很多錢 這也是顏色很大膽 這個太季節款了 沒有 這個過年就是可以拿出來的 好像四號包中 對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最後面 那有意義的是哪一個 有意義的 你那個只能被我歸類在就是瞎賣 我跟你說 我有一個很可愛的包包 喔 好可愛喔 我跟你講這包包啊 這是有什麼意義喔 這包包就是我那時候跟我朋友去日本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個手座的包包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潮流的牌子 叫Readyman 然後它就是在一些比較潮流的店裡面 才有買它每一個包包都有編號 因為它是純手座的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在那邊買到的這個 其實我想要買的是小的 而且它有腳欸 對 它超可愛 它就是有點翻完那個Hummers的包包嘛 然後我買到以後呢 我就回來以後還朝思暮想的 我那時候在日本買它 我就跑了好幾家店 結果回來以後呢 我就太想要了 居然就是 硬是要我朋友幫我去問店員 然後有沒有小的 然後硬要跟他講我可以匯錢 然後叫他寄到台灣來 我又買到了一個小的 所以你是就是大小都賣 然後買完之後 你給我塞在最裡面 因為我後來好像也沒有在用 但是我有時候想到它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它長得真的很可愛 這個算是過關啦 它就跟它是同一個系列 但是這個就是真的Hummers 這個的話其實我也沒什麼在背 它就快要發美了 那上面那個咧 PHA 這個是跟那個聯名 藤元浩 對 藤元浩聯名 這個要三萬多 好誇張 我覺得 我那時候也想說 我是不是吃新鋒買 這是幹嘛 然後就把它這樣 你知道 別在這個包包上 那包包就不會看起來這麼的蠢 哇 那最貴的是哪一個 我覺得這一個 喔 最貴的是這一個 喔 最貴的是這一個 但現在它多少錢我不知道 但是看起來真的是蠻貴的 但是我朋友都說你就不背 我說這東西買來有要背嗎 這東西買來就是放著的啊 可是 就是那你可以 不是 給它一個龜子 因為它那個 霧氣衝出來 對衝 沒有關係 那壞掉它衝來就好了 喔 好啦 好啦 你怎麼言論啦 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我跟你說 這個包包 它不是 它不是老包喔 它是真的當初 在雙貴買的包包 現在好像已經就是 不知道多少錢 20萬了 我也忘記了 這是請朋友幫我買的 10萬吧 10萬吧 然後 還有什麼想要知道的包包嗎 這個是我在 這個是我那時候在 去義大利的時候買的 那個時候買好像也蠻便宜的 這個很好看 9萬還是10萬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很實費 而且這個是放久了 就是也不用保養 因為看起來都被吹 反正這個好像放久了 因為它感覺壞的話 比較不那麼明智 對啊 然後這個的話 我也是去義大利買的 而且它有一個小故事 什麼我想聽 它就是 它本來不見欸 因為我去義大利買太多東西了 結果我也不去看 然後有一天 我就在整理行李的時候 我想說 我好像有一個包包不見 但是我又想不起來 但我又覺得好像有 結果我就翻了翻去 你知道它是不是在哪嗎 在哪 它就是在床底下 靠 真的假的 你是不是都在飯店床底下 對 太扯了吧 它本來就這樣子消失欸 所以你沒有 如果你忘記它的話 你就回台灣 然後它這個包就會直接 就會給 房務人員 哇靠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我也是 很喜歡 這個好像還蠻多人問我 這個是我現在還會很常揹的 LV的 這個不錯不錯 但它看起來很不像LV 但是我覺得它的大小就是很好用 自己還用了自己的杯袋 這個很好看 我喜歡這個 你說這個BB喔 對對對 BB現在男生都用小小的啊 嗯 那這個的話 女生用是覺得蠻可愛 它也可以手拿 也可以用杯的 那它就是很厚實的 我剛有介紹這個嗎 它也是BB的 喔真的嗎 對啊 我這個是最常看到你跟我出去的時候 真的嗎 對啊 因為它真的很不實用 你就是只能帶著它 你只要跑一些咖啡廳 難怪 因為我跟妳覺得說是咖啡廳 你又不能杯 你有時候想要杯著你也不能杯啊 就是覺得算了嘛 你知道誰那麼疑話還要買一個蛇皮 好像每個女生的那個 都會想嗎 對啊 我會想這個可樂椅 寶貓但現在還沒在杯 還有這個BOY Chanel 這也是買很久了耶 這鏡鏡拍的 我覺得它很會成 這個更多會成 好 這個更多會成 我們也遠遠的看 有時候只能有過不可謝 還是要留點一些美的那種 就是氛圍在 這個的話就是老包嘛 那個Vintage的 Chanel 那個很好看 你說這個嗎 這個 它的背帶是不能調的 它就這樣 但是我覺得剛剛好 背一個小背包 沒有意義 那下面那些是鞋盒嗎 有一雙鞋還沒有穿過耶 穿起來會痛 那你不要私穿看看 欸它穿起來真的很痛耶 我買了以後想說透看 可是它很好看耶 很好看 但我跟你講它只要走到樓下拿包裹 就會有東西 怎麼會這麼 它因為它很硬 還是其實要穿久一點 它會比較 可能就是要一直磨到長繭的時候才可以穿耶 欸我現在試穿我都已經快要不行了 人間公司 好 再來還有什麼 這個就是很不像我的包 我覺得這一區很整齊 但上一區 這上面我覺得你要找個就是 東西收納它 因為我覺得它好像很像圖石流一樣 它要拿下 喔對這個很好看 這個要不要介紹一下 我這次算是我近期有買的包包 欸我現在 而且它很白搭 可是我覺得很搭 我最近很喜歡這種火色系 這是旁邊的 這個背帶好像是我支持的 喔 這背帶的 欸我真的 什麼 你這樣混得搭是不是 對 混拍混拍 yes 好棒喔 欸還有這個 這個是Selene的 喔好好看喔 我可以買Selene的 就是這個包 而且重點是根本 沒有人會買這一款吧 對啊這很冷門欸 很冷門 它很成熟欸 有沒有就是 很浮誇 比較符合你的 人設的 那我先推便當處去賣一下 這什麼 這是飾品櫃啦 誰家會有這個東西啦 會不會沒有嗎 這大家不是家裡都會有 我沒有喔 怎樣是請行動餐車是不是 來 便當喔 便當喔 借過便當喔 便當一個五十塊喔 便宜喔 借過喔 五十塊喔 便當車又撞到你要做神喔 欸他看不過 真的欸 我們就先把它這樣子隨性的 摩托拉丁 很多人喜歡我這一件 這是我們家 去年還是前年出的外套 我跟妳講 這不是一般人可以加嗎 喔這件好時髦喔 很多人都說他想要 那我覺得 他們可能需要 有像我這樣子一個行鞋 是穿的拖鞋 而且他一定要這樣穿 是不是你知道 要穿不穿 橘色那一件是不是很大膽啊 我跟妳講 這個也是很大膽 真的 這件是 它是一個 有古裝感 哇靠 欸這件很難欸 這件真的很難 這個穿不好 會很像 妳很像柯伯的 婆婆欸 我跟妳講 這個要搭一個 牛仔褲喔 牛仔褲 牛仔褲 這件很難撐得起來 這件多少錢啊 應該一萬多吧 我不會買 妳當然不會啊 妳是要找前面的人 好這件 是不是蠻 蠻有特色的 對 衣服真的多到一個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是什麼 那件是什麼 浴袍嗎 對啊 浴袍怎麼會跟衣服放在一起 不行嗎 反正我跟妳講 有很多外套買好幾年 這還是好看的 可惜 這些藍色是什麼 就是洋裝啊 就是沙漢洋裝啊 好不像妳會穿的衣服 藍色今天很做作欸 對啊 藍色是 仙杜瑞啊 那是什麼 醬菜是不是 你看 就是 海洋風 妳真的孕婦也可以穿嗎 可以啊 肚子大跟什麼 80公斤也可以穿啊 是不是 這樣 妳這樣配很像 精神狀況 蚊子 不想再跟你講話 妳那個帽子很像靈芝耶 你說 對對對 透露出自己的年紀 掰掰 掰掰